南韩中清北道之间汽车旅馆地底下竟然隐藏矿坑般的地道 目标直指的就是石油公司的输油管线 原来有窃贼一想天开要挖地道偷石油 南韩警方调查发现原来窃贼只差30公分就真的偷到油 而且为了完成这项谁也没有想到的任务 他们竟然用了一个月将近10万台币的代价 包下整栋汽车旅馆 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用铁产铁稿挖随道 这场偷油切案震惊南韩社会 警方一共逮捕8名嫌犯 其中还包括了石油公司的前工程师 虽然偷油集团白忙一场 不过因为地道正上方就是交通要道 平均每天有6.6万辆车通过 一个不小心可能引爆让南韩警方心心胆战 尽管南韩油价在五月份回跌 不过受到通膨的影响一度在四月底达到新高 当时汽油每公升折额台币大概是38元 只是窃贼投资大笔金钱跟劳力 却一滴油都没到手 完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TB 钱送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